欢迎回到陈光第一线 说到举重 可能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年轻壮瘦的男子举着重重的杠铃 但是本地却有这么一位女子 她到了中年才开始练习举重 并且爱上了这个运动 她在50岁那年生平第一次 出国参加举重比赛 而且竟然一举夺得金牌 我是陈丽珊 今年51岁 举重不分年龄 看我也可以 陈丽珊是第一位在世界杯举重大师赛 获得金牌的新加坡人 当时已经50岁的她 第一次参加比赛 只不过想去吸取经验 没想到最终竟以微差的积分 赢个金牌 我举的时候虽然把它举上去 可是照规则是算是失败的 我在后台准备要收拾东西的时候 我的教练就跑过来说 好像你拿到金牌了 你看你拿到94 她拿到93 那不是你赢了吗 陈丽珊学习举重只不过四年 她在去年50岁时 决定成为全职举重运动员之前 已经有20多年没有运动了 陈丽珊年轻时是一名律师 常驻海外工作 因为忙于工作又不爱运动 体重一度高达89公斤 后来看到年长亲戚们相继出现关节问题 担心自己日后也会患上 遗传自家族的骨质疏松症 才惊觉自己不能再忽视健康了 六年前回返新加坡后 她便找了一个健身教练 开始定期健身 经过两年的训练 她爱上了健身 便要求教练加强训练力度 可是对一个20多年没有运动 而且已经40多岁的人来说 举重并不容易上手 觉得自己很笨拙 很多东西都不会做 我的教练立刻就回答了我 其实是教练教得不好 我那个时候真的觉得 她真的有心 真的有心要教我 好胜心强的丽珊 不相信年纪大就做不到 她不断练习 只为练出最标准的姿势 她对举重的认真和执着 就像专业运动员一样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陈丽珊练举重 只是想锻炼自己 从没想到要参加比赛 不过当她获得新加坡国家 举重对主教练吴传福的认可后 心动的想跃跃一试 家定决心参加比赛后 教练开始提高训练的致和量 对这位高龄学生也越来越严厉 所以我把她叫做老虎 因为她有时候特别凶 放起来 可是我觉得你愿意骂我 就是把我当成是你的运动员 不是把我当成你的客户 好 好 再一步一步 然后下来 我说我不想坐在那边 其实不在训练的时候 我是可以开玩笑 讲一下话 当在训练的时候 因为我需要她放她100%进去 我也需要我的放100%进去 所以教练要有教练的风范 对不对 第一堂课真正要准备比赛的时候 真的吃不消 那个时候特别累 我学得我快要哭了 那个老虎又说不能哭 这个这条是你选的 你选了你就得走 你如果要离开 你不要看她的脸 密集训练了三个月后 陈立山在教练的陪同下 前往东京参加她人生中的 第一个举重比赛 那次获胜加强了她的信心 她接着参加了另外两场国际比赛 到目前为止 她一共赢得了两面金牌 不过她没有因此而感到自满 反而推动她提高对自己的要求 为了能随时出战 陈立山刻苦地进行全面的训练 这包括严厉执行饮食控制 准备工作特别辛苦 可是没有那个十年工作 就完全不能上了台 做那一分钟的那个表演 可是我还是觉得我喜欢比赛 喜欢那个感觉 就是可以超越自己的那个感觉 对于陈立山把全副心思投入举重 家人都很支持 而他们也发现 她自从练习举重后 性格有了转变 她也会比较平静 就是说也在她的脾气方面 也是会有一点帮助 就是比较有耐性地跟妈妈讲话 或者是跟朋友讲话 陈立山每个星期上健身房六次 风雨不改 她在那里认识了一般志同道合的望远之交 并组成了一支名为 Team Whatever的健身小组 一起训练互相鼓励 我从大姐身上学了奋斗精神 就是每次看到她训练的时候 每次当那个barbell加重的时候 她不管多重 她都会至少试一次 陈立山看到上健身房的都是年轻人 她认为健身和举重 不应该只是年轻人才能从事的运动 年长者也做得来 于是便向新加坡举重协会 建议组织一支 让热灵人士参加的举重队伍 而这项建议在她的推动下 在不久前落实了 今年对陈立山来说也是重要的一年 因为有三场国际性比赛在等着她 她从没想过自己能在人生下半场 找到举重这个玩伴 她已经把她当成终身事业 在努力地经营着 我有朝一日可能不能再举重了 不知道是从什么原因 可是我有朝一日 我还可以做裁判 When is a weight lifter Always a weight lifter 我觉得举重是在我学业里面 已经成了一部分 今天的节目就播放到这里 感谢收看陈光第一线 如果你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到我们的Facebook网页 或者浏览 8频道新闻及时事节目网站 和下载我们的应用程序 我是芝英 祝你长周末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